我想特首如果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當然是忽視民間主流的聲音 其實在8月7日星期三 法律界三千人的黑衣遊行 已經很清晰地表達了這個訴求 希望特首能夠盡快面對市民 這麼清晰的主流意見 我想現在警方執法方面 有兩點特別令人關注和憂慮 第一點就是現在在不同的示威集會裡面 警方所使用的武力 都是令人非常擔憂 認為是一些不必要的武力 會令人受傷 其實也是對警方這樣的做法 令人非常憤怒 另一點就是在現在 一個選擇性執法的情況 似乎越來越明顯 譬如我們用7月21日 元朗白衣人襲擊 持著武器都可以在警察面前 離開而不被捕 但是我們看到隔了幾天之後 7月28日就有44個示威人士被控以暴動 這種就很令人懷疑 警方其實是否有一個選擇性執法 這個正正就是我們其中一個很擔心的地方 如果警察是看到一些可以出現的武力 而不去執法的話 其實就等於是一個選擇性的執法 我們會期望其實警察是一視同仁的 如果看到一個即將會發生的武力的話 他們應該是果斷執法的 我相信如果市民能夠在未來的區議會選舉 投票很清晰地反映了 他們對政府的不滿的話 我想這個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是去令到北京去正視市民的意見 我想我們和市民的主流意見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都是希望有一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盡快成立 再次我們看見